《云游》 《云游》这两个字听起来就是《云游四海》 就是非常自由的感觉 那也对应到我刚好今年要发展的一个新的创作构想主题 就是天空 那天空顾名思义就是自由 天空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云 这样的一个概念跟造型跟呼应到我过去创作 在这个所谓七十二系列里面有很多的元素 也是云的 所以我需要结合这几个元素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定的主题 我的创作基本上是由 比较大家家义户晓的这一个所谓的历史故事 好像是《西尔记》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发想 那七十二系列当中 其实大家最为人知的应该就是像孙悟空 那孙悟空其实我也不是在做孙悟空 因为孙悟空他可能会比较像我们人这样的一个过程跟环境 所以而且他又一个大家都能够耳熟龙响的本事 就是七十二变 在这个环境当中面对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想相信每个人都很渴望能够像他那样的法术 可以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事件当中化身成不同的一个造型来面对 这个主题我把它设定到一个三个阶段 特别说像初阶段的原始寿人 然后现阶段的人性修道 到未来的一个所谓现人五方 创作的过程其实它是很随性的也很自由的 这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系列来当我的创作的一个能量 就是因为它不会受限在某个区块 我希望能够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让新商者能够深入到作品里面 所以我常常期许我自己要把作品做得像一面镜子 让每个观赏者都能够站在作品前 然后看到自己的内心 这当中有三片云 我赋予它三片云 那这三片云它代表的就是过去 现象未来 过去是根嘛 所以它踩得很深 踩得脚趾头都陷进去了 表示它这个根基是很稳的 但是因为过去还是比较小嘛 它可能我们从呱呱落地到一直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累积 不断的累积 所以越累积越大越来越大 这样的一片一片一片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因为其实不锈钢它给人的感觉是很冰冷的 但是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不锈钢跟身体的部分 让它呈现出来是一种暖色系跟寒色系这样的对比 所以有很现代的感觉 也有很古朴的一个感觉 这一件作品是一直能够呈现出我七十二系列最终的精神就是在那里面 作品的名称我给它都比较有一个所要双关于 然后从字面意义就是说 事情之后 作品它的整个造型它有点像一个提的灯 那这个灯在我的元素里面不锈钢 它就是像一个耕斗云这样的造型 所以它幻化 在这一件作品是它幻化成一颗灯泡的感觉 然后我这一件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提灯人的时候 当你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 其实受益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 因为提灯人其实最亮的地方永远是在它前面 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那种感觉 所以我后面作品它的尾巴 我就给它配置了一个像一个插头的一个造型 它是很乐于去服务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所以它笑着施牙裂嘴 然后笑着眼睛眯成一条线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件作品是我今年2016的最新的一个创作概念 叫做子曰 可能就是说孔子说嘛 但是我的把它转换成就是说 这种各种不同的经验跟声音 我们去把它接收 然后吸收再把它消化 然后去面对未来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根基 能够有一个理解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这一只手 这是一只手的一个造型 它比如说我们在听 那我只是把它夸大 把这只手夸得更大 就是说你要接收的范围能够更广 而不是在你的周遭两三公尺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希望它就是把这个耳朵放大 那因为整个造型它有点倾斜的 代表是它很忘我了 忘我它已经在听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非常深入了 这一切都是 пры捞在看着 每个人的帮子都是瓶的人 的、其他人的帮助 也就是跑来的 靠近期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